掉了纯贵妃的季后 这一次的目标就是最受宠的领飞魏英洛了 而英洛身边的亲信袁春旺 却早在跨境子进城 那第一步起变头 靠了蛇师骂诗演的季后 他们借英洛之手 成功铲除纯贵妃后 便把矛头对准了季后汤装大道上为一的阻碍 令飞英洛 于是 在一次公演处理蚕丝药的事件中 夜天使给魏英洛服饰碧子汤 的秘密非皇上知晓了 不得不佩服季后的螳螂捕蝉皇却在后 在为英洛如日中天 此事后给予他最致命的遗迹 难怪英洛说 这又是一招借刀杀人 不过这一次 是借英洛自己的手 杀掉了是皇上对他的宠爱 除掉了纯贵妃和尔琴的英洛 也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他重返紫禁城的墓地 皇帝命人从此撤掉令飞的绿头台 从此之后 严喜宫将成为真正的冷宫 而英洛却告诉季后 他求认得人 不有遗憾了 而他自己愿能服输 心甘情愿 季后不得不敢看一句 魏英洛 你是本宫平生所见 最有风度的书家 英洛笑道 你也是我所见过 最有耐心的恋人